全英公開賽的最後四強 是由事業排名第一的 日本黃金女霜輔導遊記和廣田彩花 要來對決的是荷蘭組合Selena Peek 以及Sylent 結果一上來就陷入到1比5落後的窘境 不過日本組合接下來立刻展現任性 連拿了8分成功翻轉的戰局 過程當中還一度上演了多達124拍的來回拉鋸 最終是有盡無險以21比17先搶下第一局 只能夠說不愧是大會的頭號種子 而且接下來第二局由菜花組合就不讓了 趁著對手體力消耗得太快 一上來就先打出一波6比0 而且接下來繼續築起了銅牆鐵壁 逼使對手又回球出界有我11比5 持續壓制住了對手 而且接下來世界排名第一的 黃金女霜默契是越來越好 對手則是越打越疲累 之後就一路揚長而去了 甚至還出現了多達13個賽末點 中場福島游記和廣篇採花時連拿了10分 最終是以21比17、21比7直落2 打進到全公開賽的冠軍決賽